我是蓝梅班的沈日学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北风和太阳 北风在天空中 小土换犯 哭 哭 他叫着说 我追回家了 谁比得过我呢 一个声音在他的上面响起 我看他头一看 原来是太阳 太阳说 我的威力强化 大家都怕我 北风气呼呼的说 我一刮起大风来 树叶会掉光光 连树干都被我推倒 看着北风 生吐了好久 谁也不愿意认出 北风说 我们来比一笔 看着最伟大 好 怎么比 这个北风 一时也想不出了 突然 看到一个路纶 穿着 厚重的大衣 扔了过来 有了 我们来将 推下那个路纶来拖掉 好 你先开始吧 他要吹完 就像是我到云场里面 北风 北风 傻伤的吸口气 用力的推下那个路纶 想把他的大衣给吹掉 他吹得越小猛 那个能把他拉得越紧 北风 北风 很生气 吃出 所有的力气 北风的力气又光了 再也就不出光了 看看我们 原本我们出来 现在来看我的分铃 看 慢慢地发出热力 越晒越暖 越晒越热 你的外呐 欺伤越男 如果 黑风 看 要 factory 入录 先 比 高 他们 几个 こう 越晒越暖 越晒越热 都 想 懒 像 大 Entonces 我们 Edu 回 一起 到 他 一会呱呱呱呱呱的好冷 一会呱呱呱呱的好冷 二哥是越到越冷 二哥路人乐得受不了 尽管把牌脱掉 拿在手里 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